马子环和她的爸爸 有请 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 主持人家别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可爱 你们俩 远看特别像兄弟俩 而且他们俩长得也太像了 太像了 完全证明数字 没错 做个做 介绍 大家好 我叫马子环 今年23岁 来自天津 我目前是一名 球鞋网店的店主 我之前练过体育 我的身材呢 可能没有之前的男嘉宾 这么纤细的苗条 但是你站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会给出你的安全感 当保镖吗 可以 没问题 你那当男朋友 为什么当保镖呢 保镖是男朋友的 职责之一是吧 对 保护女友嘛 我今天想找一个 性格好一点的 能压得住我 管得住我的 因为我比较心知口快 我愿意做她的趴耳朵 她是要重庆人啊 我是重庆的 不是 不是 她只是用了一下 那个重庆人的方言 对 学了一个词 男嘉宾是哪里的呢 我是天津本地的 你会说天津话吗 我会 来一段 来一段 哎呀 行啊 来来来 我试试啊 来来来 说打猪板 猪板响 转眼来到了相亲厂 相亲厂上嘉宾好 你怎么回来 忘了怎么夸了 来 爸爸也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马子环的父亲老马 好看的相貌 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 万里挑一 我希望在这里 能让马子环 找到一个有趣的女生 一个温柔的女生 能改变她性格上的 一些冲动的缺点 感觉爸爸的性格好随和呀 确实比较随和 小马 你今天打扮很有意思啊 穿了一个粉红色的大帽衫 正卧当中也是这种运动 阳光型的 对 她从小练过多项体运动 但都没有吃球 练过五年的游泳 练过羽毛球 十件短 练过冰棒球 十件短 练过几件 十件短 反正就是三分钟乐度是吗 不是 她练得十件短是慢的 就是身体协调性游的项目 就不适合 听起来更像是老马 想完成自己儿时不曾实现的宿愿 是吗 男嘉宾 我深度怀疑 挺可爱的父子俩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了 就在这里 你这么说 对 他也不认识 你 我 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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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很动听 最重要是我觉得 刚才我们几位女生 这个有几个动作 什么摸头沙 胡丁宇 是吧 摸人家头来着 她给我的感觉 就是比较像弟弟 大男孩 不好意思 我有个问题 刚才唱歌的时候 虽然我们小马 是看向你们的 但时不时地就 瞧他老爸一眼 你老看老马干啥 我看我爸爸跟你们聊 那是哪个女嘉宾 那你会听爸爸的吗 看吧 如果他选到了我的点上 我就听他的了 那我们还是不听 对 我们俩在意见一致的时候 是父慈子笑 那不一致呢 鸡飞狗跳 目前情况下 也是父慈子笑 他还挺修化的看来 他的体重身高 已经压过我的时候 他就是挺好说话 压过你也会笑顺你的 你们有没有关注 就是他们两个的首饰都一样 一家人嘛 刚才我还问这个老马呢 我说人家一般这种情况 都是妈妈派着来了 你家怎么就派了您来 我妈妈工作忙 我爸爸是那种上一天修一天 上一天修一天的 所以说他今天就能陪我来 要不然我都没法来 认识这么多好看女嘉宾了 所以是爸爸更会主内一些 然后妈妈更主外一些 对吗 我们家的传统就这样 传统 男人主内 女人主外 我这个习惯你 这个小马将来要找 这个非常好 你会传绕下来吗 你们喜欢这样 小马那你呢 你准备将来主内主来呀 我都说我想做趴耳朵的嘛 当然我也是想主内的 其实我之前有过一个对象 他就是什么都听我的 我问他去玩哪儿玩 干什么去 他就是都行都行都行 然后我带他去了 他又不是很满意 但他又不说 就猜不透他 应该互相尊重 应该多问问 还是叔叔的 静严 静严直谈 所以第一段爱情 让自己觉得 我得找个能管住我的 对对对 男嘉宾说的是 他想主内 就是女生在外面挣钱 然后男生在家里 做家务那种之类的吗 人家也赚钱 人家拍电子 对 只是说谁更重心 偏向家里一些 对 那我们小马相比 上一轮的那个男生 是不一样的 萌萌的 其实近距离看他 帅的 真的 对 我之前其实挺瘦的 他当年为了考体校 六个月的时间 送我90级 9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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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多少斤瘦到了多少斤 从220个 受到140 就是会有你的资料吗 就是减肥成果的 给我们看一下他140斤的时候 是闪开的 闪开的 确定是你个人啊 换头了的感觉 天哪 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是以前了 不过我还是能回到这些 你的爹风 时期很不错 所以 这是你大概多少岁的时候 穿米色那个比较年轻 那个是17岁 哦 礼服的呢 几个黑衣服和西装的那个是19岁了 所以你们要成为他减肥的动力啊 对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啊 我觉得这样比今天好看啊 对 你看 有人就喜欢这一款的是吧 像冰敦敦 像冰敦敦 啊 可爱 胖子都是潜力鼓啊 对 刘润不要扔 你们可以养 给个机会 给个机会 欢个敬席 好 我觉得好啊 经过我们第一轮 大家一起唱歌互动了解之后 那这一轮当中 我们小马 比较心动的女生会是谁呢 来 让小马做一个选择 那我就 这只是第一环节的选择 后面还有 你别紧张 第一眼轻轻 OK 好 这挺奇怪的他这个选择 你是选了他啊 对对对对 好好奇哦 是谁 到底是谁 好想知道啊 是谁你们可能想不到啊 没关系啊 我觉得下一轮的交流啊 了解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啊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VCR 来看看他的情况 请看 我是马子环 一个踏实努力做事业 淡定从容爱生活的追风少年 上高中时 我就是重度球鞋爱好者 对好看的球鞋过目不忘 都说女生是包治百病 那对于我 就是鞋解千筹 后来 我特别幸运的把爱好变成了职业 做了一名球鞋网店的店主 每天打理网店 做宣传 收发产品 都是我亲力亲为 但我更知足的是 我能为球鞋打工 我之前读体校时 练过三年竞技凡取功 现在射箭 依旧是我的爱好 每次能击中把心时 就一个字 刷 不练体育以后 身材管理很不好控制 我还会尽可能抽时间 在健身房撸铁 疯狂输出 我还有个别致的爱好 我喜欢盘核桃 谁说文丸是中年人的专利 我就觉得很酷很简压 生活已经带我很不错了 我唯一还想挑剔的是 你还没有走到我的身边 第六感告诉我 今天你就会出现 所以我特地给你准备了惊喜 惊喜包在口上啊 惊喜 你们猜那是什么 球鞋 太容易被猜到了 你们又喜欢球鞋的吗 喜欢 我感觉我明天都挺喜欢的 百搭 我有一个问题 他准备的是什么鞋码呢 我也想说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人家是卖鞋的 你们多大鞋码都有 哪个问题 姐小是什么一款式的啊 不会也是粉色的吧 好可爱 好可爱 上面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 好眉型 好眉型 对对对 看我太可爱了 真的是灰姑娘的水晶鞋 这么小一只 好小 你是喜欢小巧玲珑的女生吗 没有 这就当然是 这小玲珑 我穿不下 我穿不下 你看 这哪行 男嘉姐说我不是为你做的 雪 再见 没事 我还有很多 甲林还有很多鞋 各种款式的大小都有 这是一份心意 我们留到最后 看看送给哪位可爱的女生 是的 三号那么激动 一直都要爆灯 你告诉我一下 你多大吗 运动鞋37 高跟鞋36 我这就是37的 你干什么 来吧 礼物放在这儿了 看过VCR 你们有什么想互动了解的 感觉你的人生已经这么充实了 还有你朋友干什么 那不一样 事业是事业 生活是生活 我光忙事业了 我情感也需要支持 你是怎么时间管理吗 你要进行那么多的项目 我是自己做球鞋网店的 所以我可以很忙 也可以很闲 有拍下来我就自己发 没有拍的 我连管都不用管 你这球鞋店能赚着钱吗 订单量还挺大的 我一年流水的话 大概有个六七百万 啊 流水 只是流水 那也可以了 那这个是你的主业吗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卖这个 副业 副业没有 盘核桃 副业就是平常自己的一些修行爱好 你知道刚才放到盘核桃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女生都笑了 你们笑啥 反差太大了 怎么想 前面感觉就是一个很年轻 很有活力 刺涉的那种小伙子 然后突然变成老大爷在那喝茶盘核桃 感觉是可进可动的吧 真的反差很大 这是我爸爸的爱好 对 盘核桃确实是可进可动的 它有两种盘法 一种就是不出生意 你介绍是吗 谢谢你 明显他不想听 他说我爸爸的爱好 好 不好意思 那你现实中是一个很佛系的人 是吗 我可以说是比较佛系吧 但是我还有一些细节控 我比较要求一点尽善尽美 比如呢 比如呢 我特别要求那些 我的那些鞋都是堆着的嘛 有货架子嘛 不是 你那个尽善尽美 有没有在对象的是吧 就要求女朋友 对象我没有那么要求严格 就是对自己对吧 对对象没有那么高要求 那我问一下 你说你的鞋都要码得很整齐 那别人能随便去碰吗 别人不能碰 我都不能碰 你好男嘉宾 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 我可以踩你的AJ吗 可以啊 可以是吗 真的踩 女朋友是可以碰的对吧 你可以踩我的AJ 但你不可以碰我裸好的那盒鞋盒 你说你对自己的这个鞋盒 要求很严格 那女朋友如果是一个特别邋遢的女孩 就基本上一回家鞋乱踢 然后衣服乱扔乱丢 你受得了吗 这个我不太能接受 那怎么办呢 要万一真的去找了这么一个女朋友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只能替她干了 来爸爸揭露一下真相 而不是那种特别整洁 特别干净的男孩吗 你看我这靠那边 她只有她的鞋盒 干净 除我以外 你懂了 我的房间也干净 然而你不建议的请举手 不建议 就是我觉得就是她平常的生活什么的 就是我完全可以帮她打理好 对 刚才是王雪举手了 你跟她乱到一块 对 因为我下班回家挺累 我也是一踢 对 刚刚男嘉宾都说 她不希望家里很乱 她希望有个人来帮她收拾 但是她也那么乱 我也那么乱 乱到一块去 看谁忍不住 王雪 我觉得叫你贴一个逻辑 你找不着男朋友 没有 反正王雪也穿不下这双鞋 忍着老实 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找对象就是为了找个保姆呢 人家还要照顾你的起居 不至于 不至于 我不是说要照顾我的生活 我希望她照顾我的是我的这个情感 一些方面的 你们就没有人对她那个射箭撸铁感兴趣吗 非常感兴趣 一年几次吗 就是 倒没有按年为单位 一个月的话 健身可能会去个十次 一年吗 不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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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箭呢 射箭去的少 一个月也就去个一两回 就是玩了 现在已经是 那你会不会喜欢就是极限一点的运动 比如说 换紧啊 过山车啊 什么 过山车这东西吧 我还挺有发言圈的 我是特别怕 但我又特别想玩 想玩 对 有爱玩 因为我本人是特别喜欢那种过山车 还有比较刺激的那种 我替她回答一下 这位项目她一概不敢 我还想嘛 不敢是不敢 我还想玩 那如果我俩成了 我带你一块去 咱就先说过山车 你去吗 可以 没问题 这是预定了吗 你们看着我们小马招人喜欢是吧 谁可爱 谁说谁可爱 都觉得 都觉得 可能不好意思了 好 就VCR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了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疑问 清心 请小马和老马选择其中三个问题来对女士们提问 小马先来一个 我先选一个素颜照吧 我选第四个 家庭环境 小马再选一个 那就管理男友的方式吧 好 来 我们选定的三个问题是 素颜照 家庭环境 管理男友的方式 那就这三个问题女生们可以回答一下 先看看素颜照吧 对 素颜照 我不问小马 我问老马这素颜照你觉得重要吗 对于我来说很 对于你管理男友 对于她来说重要吗 我觉得不重要 那她做了这个选择 因为我不太喜欢太好看了 还有这个要求 不许你这个都可以下场休息了 那全场都退了 此话一出 你待会选了谁 对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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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太好看了 我怕我hold不住 我意思就是喜欢真实一点的 看看各位女嘉宾真实的那一面 好 那咱按顺序来看吧 从一号开始看看素颜照 OK 那真人都摆在你面前看啥呀 那照片 那不一样 对不对 咱们要玩 咱们就玩现场卸妆 看啥素颜照都能批 是不是 来 卸妆 来 太棒了 太棒了 我们现场忘了是卸妆手都有 来 来 我就是说说 不可以看是吗 对 原因是 这就是均许的你 好 2号呢 可以 来 请看 这是素颜照 这是素颜照 你看了吧 我说什么了 是 就是有点美颜 来 就先这么凑合吧 来 看看小瑶的素颜照 这个好 这真的是纯素颜 我觉得素颜好好看 我真的觉得好好看 就像打质上那个 蟹妆小模特一样 很超模的感觉 很高级 对 谢谢 来 我们看看胡丁宇的 可以吗 不给 首先我觉得 在咱们完全就还算陌生的情况下 你要看我的素颜照 这就是一个很无理的请求 本人就在这儿所见即所得 等他俩熟了再说吧 就是人家小胡姐姐觉得 你不够尊重女士 那好吧 这肯定能管得着你啊 将来 有点怕 来 方菲 可以 来 请看 这也太美颜了 美颜 美颜 来 我们再看一下 梁华 梁华 很素了 素颜可以 你的头发能稍微捋捋吧 对 很真实 很真实 比较不拘小尖 男嘉宾你介意吗 不介意 这不很好 很真实 男嘉宾喜欢就行 王雪呢 给看吗 看吧 你就美化自己了 这个起码是没有妆 去洗澡了 来 小方的 可以看吗 来 请看 这个也是素颜照 对 这很真实 看过素颜照了 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来 看看 家庭环境 我家一共有四口人 然后我有爸爸妈妈 还有一个姐姐 我爸爸是非常宠我妈妈的 我以后要找一个的话 我觉得就是会 找一个像我爸爸一样的 很宠很宠自己的 另一半的人 然后我觉得 还有一个观点呢 就是我觉得是 爱情放在第一位的孩子 是在第二位的 嗯 陪伴自己一生呢 其实最多最多的 还是自己的另一半 我觉得 我家的情况 其实跟八号女嘉宾 是差不多的 我爸爸希望 我也像我妈妈一样 在家里面 也是相夫教子 然后不需要承担 什么压力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不希望 像我妈妈一样 我觉得就是 也要出去工作 那种 我是希望我找一个 就是非常宠我的 一个男生 但是不代表 就是我没有事业心 我其实还是一个 非常有事业心的人 能理解 对 我是属于吃百家饭 长大的 我从小就是 属于散养状态 可能因为爸妈 工作比较忙 可能小的时候 去跟姥姥在贵州住 去跟我的姨姥姥 在武汉住 然后跟我的小姑 在天津住 然后跟我的姑奶奶 在北京 所以就小时候 就是四处奔波 哦 所以我感觉 我的性格也是比较自由 那现在你定居在哪里啊 成都 你在成都的话 那我们小马在天津 你俩要真成了 怎么办呢 反正我游历四方嘛 可能也会来 哦 对对对对 他刚才说的嘛 也会为爱而助足 穿多大鞋 正好合适 穿上就别跑了 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假如说 你看上了我们台上的一个女生 假如说她是外地的 那你是需要对方为你 就是去到你那个城市吗 说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会看我们的相处感情 所以就是你足够爱我的话 你是愿意为我来江西的 对 爸爸的表情刚才挺严肃的 他要走了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看见美女她跑 再见了妈妈 您支持儿子比如说为了爱情 奔赴他乡 奔赴他乡 去其他的城市吗 他如果为了他的振爱 他要离开 我们可能有 也许又舍不得 但我们也要学会去适应 因为孩子 中国有孩子自己的生活 这好爸爸啊 很温暖的家庭 但是呢 从本意上呢 我还是不希望 但是为了他有他的成长 我们也只能支持 祝福吧 祝福吧 对 好爸爸 来吧继续说说自己的家庭 我们家也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家庭 我爸爸他在我们家就是比较主外 有什么事儿他也会给我很多意见 我希望我未来能跟我在一起的男生 他可以对我的生活上 或者对我的成长上能够有所帮助 大男人对吗 对对对 诶 问问小马你们家的家庭结构 爸爸妈妈是怎样的 我爸是小男人 我妈是大女人 哦 就这样的 那你是准备做个大男人还是小男人 他耳朵 他之前都说过了 爸爸支持儿子这个 就觉得适合他吗 看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家对孩子的要求就是男孩是胖胖 女孩是富养 如果有哪个女生到我们家 你会不会富养的 叔叔您放心吧 我们签友成功以后 我就把那个您儿子养的白白胖胖的 你养的白白胖胖也 OK 就这么定了 你们一家四个胖敦敦 对 我多问一句啊 这是爸爸选的是吗 想了解对方家庭情况 对是我选的 那家里都是很和睦的是吧 不是 我爸妈老吵架 因为我爸爸是在外面经商 然后我妈妈是在家相夫教子 所以他们两个总是吵架 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了了 他们俩在外面吵 我直接从屋里掏那个他们的结婚证 我说别吵 要能过就过不能过 咱们就离婚 就把这个小红本换成小绿本 然后他们俩就是 你整不会 就是瞪住了 然后从此之后就很好 可能是 通过这次就是知道了沟通 然后就解决了问题 我看来你是家庭调解员 对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父母吵架 而去影响我的一些性格 比如说什么 会不相信爱情啊什么 我觉得还好 我的家庭环境 家庭成员 相对于其他女嘉宾的话 就有点多 我家有五口人 我还有弟弟妹妹 但是前提要说一下 我不是伏地魔 然后我还有一个第六口人 是我的猫 我把她当儿子养 然后所以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 也是很喜欢宠物的 你喜欢吗 我是真挺喜欢猫猫狗狗的 但是我们家 我妈害怕那个带毛的动物 就一直养不了 我们就养那个小乌龟啊 小金鱼啊 那缸里的东西 但是什么狗啊 兔子啊 猫啊 就一直没有养成 那这正好互补了 你去他们家 你去吧 小马 我家不仅有猫还有狗 小马 你又来了 就她喜欢啥你都有呗 我的家庭环境的话 就是父母都非常和睦 而且还特别宠物 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 我妈妈都会拥抱我 说大闺女大宝贝回来了呀 而且我爸和我妈还会争宠 比如说我爸给我端杯水 削个梨啊什么的 放我面前 你看还是爸对你好吧 就特别好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特别不希望子女 就是轻易因为爱情而放弃 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啥啥意思啊 你是将来结了婚 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吗 不是 就是那个就是要是跨城市啊 或者很远的话 当父母老了之后 有时候去医院看病 有时候可以看到那种 就是比如说在国外啊 或者在一乡什么的 都是颤颤巍巍的挂个号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他在医院 他特别有感触 我看到这种的时候 我就很心酸 父母培养了我们 结果我们呢 也是追求自己的梦想了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 父母那边照顾不到的 真的是 所以王雪是不会远嫁的姑娘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应该和父母 相对近的距离吧 好 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啊 管理男友的方式 我觉得在两个人 恋爱相处的过程中 就不存在管理这个词 在我看来 两个人的恋爱相处 它就是一个平等 跟互相尊重 互相欣赏的一个模式跟状态 也不存在说 我必须要你怎么怎么样 你必须要听我的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女生就应该管一下男生 就是男朋友嘛 因为我就是喜欢那种 比如说欲情故纵 或者说就是 我喜欢就是保持一个新鲜感的那种 我也反对8号说的 因为我觉得过度的规矩 真的是只会让我们俩的关系疏远 因为我之前前一段恋情就是这样 我当时就是可能比较年轻 想要控制她 以爱的名义控制她 不想让她抽烟喝酒 因为我觉得对她身体不太好 然后我也不想她去结交她所谓的那些朋友 我觉得对她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 然后我们经常因为这个吵架 吵最凶的一次就是她说 我想找的是一个女朋友 不是一个妈 所以我从那一段感情中 我也觉得可能是我管得太严格了 爱可能不是那种控制吧 可能真的就是尊重和接纳 那我觉得就是你管她的目的 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过得更舒心 那你不管她之后 你可能就是委屈了自己的身权 可是我管了之后 我希望她变得更好 但是她并没有领我的钱 但是她并没有领我的钱 她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对 我赞同8号 放下助人情节不要圣母 对 你男生你可以有一定的方式去调教 但是他很多坏的习惯什么的 你是改变不了的 教育他这个事情交给他妈 而不是交给他女朋友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之间在一起 就没有必要说我要管你 你一定要干什么 你一定要听我的 我觉得那样的话太累了 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要去做事情 他有他的朋友啊生活啊对吗 我觉得爱是奉献嘛 就是我可以让他的衣食住行都完美无缺 就是他没了我 他身份证都找不着那种管缠了 对 不是就是夸张一点的说法 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想为他做很多事情嘛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我俩在一起了 你觉得我像之前那样管 你就我上一任男朋友那样管 你愿意吗 就是我不需要你去结交那些 我觉得不必要的朋友 我觉得你的这个管有点极端了 就没有 我为什么极端呢 难道不极端吗 因为你在外面那些所谓的朋友 根本对你的未来的那个工作也没有什么帮助啊 你怎么知道没帮助啊 对啊那是我的朋友啊 那朋友分几种 一种是工作上的朋友 一种是生活中的朋友 就可能有的朋友他是 可以听你去说一些你的烦心事的 可以去帮你去解决问题的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 就是喝酒吃饭聊天 对就是喝酒吃饭 所以我就是真的有点过了是吗 我觉得管理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你那个不是管理了 你那个有点算是控制了 可是你之前不是也说你想做个拍耳朵吗 希望你试试听女方的 我是想做一个拍耳朵 但是不想做一个犯人 好吧 我问问那像孙佳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也算管嘛 就管到你来身份证都是我管理 没我你身份证都找不着 这是另外一种管 对这个管你接受吗 我虽然说喜欢被管 但是咱们也可以不用那么的极端 我也有事有自立的能力 也不需要就是说 连这个我都做不到 对 我们可以彼此独立一点 又依赖一点 嗯嗯 小马的管是个玄学 我已经听不懂了 松也不行 眼泪也不行 对 你知道怎么管他吗 大概知道吧 比如说他的一些兴趣爱好的话 我肯定是不会插手的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也不能插手 因为我觉得你插手 我也不会听你的 那管啥呀 所以比如说你身边异性太多了 或者说跟某一个异性单独出去 我肯定是不肯的 而且我会让你删了他 小方这种管的髮型吗 我觉得挺好 挺好的 那我能问一下 你是一个比较粘人的人吗 我不是很粘人 因为我也是比较独立的一个人 那如果就是女朋友很粘你的话 怎么办呢 就是直接说自己很粘人 就是很粘人怎么办呢 我要看他到什么程度 像正常的那种 互相腻歪一点 还是可以的 就是时刻得让你报备 那不太行 我觉得谈恋爱 虽然说是彼此依靠 但是也要彼此的独立 你这个观点跟你之前说的也不通啊 你又说自己是拍耳朵 你现在又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你不能把他说的话全都极端话 他拍耳朵不代表就没有空间了 但是我感觉他这个空间要求的挺大 比如说游戏重要和女朋友 还有女朋友重要还是鞋重要 我感觉这些都拍在女朋友之前 你也可以问他 小马 游戏 女朋友 鞋 哪个更重要 爸爸你这是给他送命题啊 你一定会 聊聊我吧 这个就可以问他吗 你们女嘉宾就可以问他 对对对 男嘉宾请正面回答 就是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肯定是女朋友最重要 然后其次就是鞋 鞋 游戏是只有在闲的时候才会打的 但是我玩的时候我会在乎每一把游戏 我想把它打好打赢什么的 可是你那个期间都谈恋爱啊 你不是也在说我在乎恋爱中的每一个细节吗 这个我要反对一下你 这是他的一个爱好 我觉得如果就是比如说他打那个一场游戏 打完了再说也可以 你看看 不差那么几分钟 什么急事呢 什么急事呢 比如说我下大雨了 我没带伞 我这次我就希望你跟我说说 你打游戏 这个你自己临着回来吧 但是前期甚至有意外 打车不可以吗 他已经女友力了啊 我家男朋友护着轮不着你说 你打游戏吗 刚刚男嘉宾那句 打车行吗 你打不行吗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要你干啥 这个是往坑里跳啊 我发现你自己给自己挖空了 不是 你想一段路 我去接你 比你打车再回来 不是 对 女生还说是不严的 顿那儿好好上班 我都已经够急了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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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是觉得她更方便 但是我觉得你很喜欢一个女生的话 你是肯定会愿意去接她的 来 小芳挑战一下 你现在要求她接 你跟她说 假设你们是男女疯了 喂 我现在下班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家呢 你半天不接电话 你干嘛呢 半天不接电话 没有啊 我一想我就接了 你肯定在打游戏吧 没有 现在下雨了 你还不来接我 你在干嘛 下雨了吗 没注意 看见方物吗 那么大声 那么大的雨 下雨了 你在外面吗 不然呢 那我给你打辆车吧 你不能来接我吗 就那么近 你不能来接下我吗 那么近 你打辆车吧 那么近 你不能拿把伞下来接我吗 你还 暴露了吧 分手 这时候分手吗 不是 不是 她有一个细节 刚才她说 我帮你打辆车 就是她帮你叫一个车去接你 不是让你自己打车 是帮你叫一辆车 我觉得这个还好 是我太 太 侄女了吗 但是我问你一下 你是真的不愿意出门去接女朋友吗 也不是 我就看情况 比如说雨不大 我刚刚说了雨很大 雨很大 雨不大 然后呢 雨不大 然后离得又不远的情况下 我就给她打辆车回来 但是如果说雨很大 离得又很远 她们又打不到车 那我肯定一定会开车去接她 那可是我当时给你打电话 肯定是我需要你的情况下 她们无缘无故给你打电话 不解释了 问问刚才她的这个沟通满意吗 不满意 满意的举手 不满意 一个都不满意 你有满意的 我觉得就是 其实男生跟女生的思维 它是不一样的 男生他是比较注重于 这件事我要怎么去解决 不是说他不去接你就是不爱你 就是他在用他理性的思维 去解决这件事情 就是你朋友老母亲思维的 他这就是我的思维 我觉得二号 就是如果就是你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不能证明爱你 那你觉得什么 才能证明爱你呢 爱我就是不一定要从 这些小事啊 他一定来 那如果他小事都没有做的话 那大事又怎么会做呢 对啊 而且你又不是在忙起来很重要的事情 对 你就想爱我 难道就想在爱情里面 当个老母亲的角色吗 像我之前那样 但是我觉得爱不爱 本人是能感觉得出来的呀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就 结了婚的话还行 没结婚谈恋爱的时候 都这个样子 那结婚就更不行了 就结婚了 我会给你电话都不接 我们女生就此问题啊 已经这个 就一个下雨 我接还不行吗 我接 好 还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老马先生啊 想问问我们女生的吗 呃 二号吧 小马呢 她很有自己的独立的个性 嗯 跟能力 嗯 怎么俩人 怎么能拥合一下子 就是你把她的主动性给激发出来 就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 还是那句话 沟通最重要 就是比如说她不想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跟我沟通 是为什么 对 然后我们沟通去解决 要不我陪你一起也可以 其实爸爸的问题 我觉得孙佳刚才就提到了 他认为爱是奉献 对 我得问一下小马 就是一种奉献型的女友 你会成为爸爸说的主动型的吗 只要我认可了这个女生 我就会主动对她好 主动做改变 我可以 奉献型的 二也不是一个人的奉献 两个人的 你也得对我奉献 对 彼此奉献的一个事情 好 还有什么想互相问的吗 就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你和你的女朋友 没有她想让你去她家过年 你是会去她家过呢 还是说就坚决不去 就非得在自己爸妈家过呢 如果说双方父母在一个城市的 我觉得可以接过来一起过年 对 那就得去女方家过的这种情况 你怎么办 你看了一眼爸爸 来来星星 老马发个言吧 嗯 他不知道怎么答了 太年轻了 我还没遇见过 来来来 快带走 快带走 老马 败了还很开明 对 老马刚才问了二号女生一个问题 她有没有想了解其他女孩子的想法的 有想问的吗 六号女生 她有只嘴小马你还问她 有时候小马就是欠嘴 我就问她 怎么控制她 不要玩游戏 不要玩游戏 其实我觉得我 她要把我电脑按了 别问她 不不不不不 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控制鱼那么强了 你放心 我觉得如果你足够爱我的话 其实你是会自己克制的 我感觉 如果你不够爱我 那你肯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我们基本上彼此了解的差不多了 不知道在这轮沟通当中 小马和老马 他们认为哪个女生更适合成为未来小马的女朋友呢 先请爸爸老马来选择 你认为最适合儿子的女孩 哦 小马你的选择是谁呢 小马了 来请选择 我跳呢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但是好多女孩子刚才看到了一个真相 就小马说的和她内心想的未见得是一致 是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清新之选 来 请看第一轮唱歌之后 小马一见清醒的女生是谁呢 请看 胡丁瑜 那在第二轮沟通当中 爸爸认为儿子比较合适的对象会是谁呢 请看 孙佳 孙佳 那在这轮当中 小马的心意有没有变化呢 他这轮清新的女孩会是谁呢 请看 你看 你们这位 接下来我们两位清新女孩啊 如果你们对小马很有好感的话 你们可以选择留下来告白啊 来 请选择 胡丁瑜你不爆灯吗 呃 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希望有一个人能照顾我 而不是我去照顾别人 好 那接下来就请爆灯的孙佳来到我们的 心动选择区 有请 我们请孙佳向小马告白 通过刚才咱们之间的简短了解啊 我觉得你就是那种 就是没心没肺的阳光大男孩 因为我在平时生活中 我也是那种比较大大咧咧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以后在一起 就天天都会很开心 啊 然后 我特别要感谢就是叔叔对我的喜欢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以后 在一起的话 我们的家也一定是非常温暖 然后都能够彼此的包容呢 这么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有一句话说得好 和气生财 咱们家以后肯定捞起来了 那必须 小马现在是你选择的时刻了啊 如果你选定了孙佳 就请上前牵起他的手 请选择 哎呀 挺好 两位女生啊 她们都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生 而且特别的和谐 因为这两位女孩子都是父母也认可的 是的 这可能是最美好的结局 嗯 你们也别扁着嘴说 怎么我就没选上啊 没关系 真实地表达了自己 总会遇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他 一起加油啊 对 很高兴遇见你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